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了好几次 其实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 这不是几句话就能讲清楚 尤其是对现代的一些众生 要说得不清楚 不透彻 是很不容易理解的 古时候 佛菩萨古身先写 讲经说法容易 言语都含实 点到为止 听的人豁然大悟 现在众生聪明 好像是超过古人 智慧远远不如 这个其中的道理 我们都要明了 底下说了 行善 既得 有难 有意义 这个本字里面举出的例子 这是辽凡私信里面的一些话 什么叫难易 心如为客气 须从南科处客将去 这是儒家教人 儒家所做的功夫 跟佛法将的修行 是一个意思 修行 行是行为 错误的行为 对宇宙人生 错误的看法 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做法 把他修正过来 叫修行 那么什么是错误 什么是正当 正当是善 错误是悟 断悟 修善 要在这里下功夫 我们得握吸气 握毛病 太多了 怎么样去改正 鼓声先先教人 要从最难克服的地方 去下手 最难克服的地方 你能够克服过来 其他的就容易了 卢福都掌握了这个原则 每一个人烦恼 烦恼吸气 不相同 自己要知道 自己要常常解体 要常常反省 哪一桩 是我最严重的毛病 我就从这个地方先下手 贪财的毛病 那我就先从财布施下手 贪财的毛病 与人力 射下手 总要晓得自己毛病在哪里 知道自己的毛病 这个人就觉悟了 把毛病改正过来 那真的功夫 功夫落实了 这是真修 所以修行 诸位千万不要搞错 每一天念极建经 念极生佛号 那叫修行 那是样子 不是实质 要在实质上下功夫 行诗 是做个没有学佛 还不知道修行人 做样子给他们看 是属于度他的 实质的功夫 才是真正的自立 没有实质的自立 你做出个样子给人看 人家一看就看穿了 假的 不是真的 也闻不止 这个假象呢 只能骗世间愚人 这个世间真正有见识 有眼光 有德行的人 你怎么能骗过他 人家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说你而已 为什么不说你呢 说了没用 说了造口业 说了你也不会听 你也不会改 说你干什么 你真正能接受 能悔改 这些人呢 会帮助你 会告诉你 不知道悔改 佛菩萨 佛菩萨见到你 也一句话都不说 不跟你做怨仇 这个里面 举这些公案 很值得我们 反省 能改 能改 是断我修善 第一步功夫 更进一步 要能忍 你的功夫 才能保持 不会舍掉 所以菩萨六度里面 不失 能修复 忍辱 能积德 修复而不能够忍 福德 虽然在 功德 没有了 我们大家都晓得 福德 不能解决问题 生死死大 轮回路线 你没有真实功德 怎么办 尤其在现在 这个乱世 随时随处 不定在什么时候 不定 遇什么样的灾难 我们都会丧失生命 命伤之后 到哪里去 这是大问题 人 神 约定 有死 我们不要忌讳死 不要怕死 要以高度智慧 面对现实 自求夺福 真正通达佛法的人 佛法里头 没有生死 佛法里讲的是转变 这个才是真正的事实 真相 生死是个转变 用现在科学家的话来说 不同时空的转变 从人道 从人道 转到天道 不同的时空 我们生活在三度空间 天人生活在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 更高维持的空间 是转变 是转变的 三卧道的空间 比我们人间更苦 佛家不仅将六道 而且将十法计 遇人身 闻佛法 这个语言 不容易遇到 要珍惜这个缘分 认真努力 做一个好的转变 最殊胜的转变 佛在经论上 跟我们讲的很详细 第一殊胜 无过于念佛 念佛往生不退 做佛去了 这是无比殊胜的转变 我们要清楚 要明白 不但事严放下 彻底放下 佛法也要放下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通通放下 以真诚 无比亲近的心 幸运念佛 我们这一生才决定成就 念佛不能往生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你没有放下 你心里头 你心里头 还有牵肠挂肚的事情 外云 还受种种诱惑 内外都不亲近 这样念佛 这样念佛不能往生 所以修道的人生活 越简单越好 古时候 修行人 虽然不能做到三一一波 也度不了好多 我在年轻的时候 出门 出远门 那个时候上学念书 住在学校里 就是一个铺盖 一个包袱 包袱里面就是几件换洗衣服 几本自己念的书 我一个铺盖 我都记得很清楚 三斤重 我母亲给我准备的一串被子 那个被子三斤重 用个灰色的毯子 毯子是垫在底下 那时候自己还带个文章 非常简单 哪有现在这么麻烦呢 我们生活在一起 所有需要参考资料 有图书室 图书室里面 所有资料 共建大众 使用 无需要自卑 样样东西都自卑 你说这个累不累人呢 增加身心的负担 妨碍心底的清净平等 我们追求的是清净平等 但是在实际生活上 我们制造了许许多多的障碍 这个错了 我今天早晨还祝福 无人发誓 我在五楼 有不少居士送一些东西给我吃 送给供养的 一个冰箱放不下 放两个冰箱 放得满满的 我跟他讲 这是罪过 我们吃不了的 赶紧拿到三楼来供住 不要求放在冰箱 自己也不能吃 大家也不能吃 放在冰箱就烂掉 这不叫造罪业吗 我住在五楼 我们五楼上只有三个人在那住 用两个冰箱 太过分了 而且打到冰箱里的东西 涩得满满的 人家来一看 这哪里是修行人 这他造罪业 古报都在地狱 宫中 是佛报 我们需要吃的东西 到三楼来拿 他也落得轻松 也落得自在 古大德教我们 多一死不如少一死 少一死不如五死 最重要的身心清静 心静则福土静 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重要条件 心愿行 目的就是求一心不乱 求心地清静 心愿行 达不到这个目标 达不到一心不乱 心愿行落空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要明了 真说佛 真想往生 就要彻底放下 决定没有留念 念念想别人 念念想众生 才能够与 佛菩萨的心愿 相应 念念想自己 错了 在家人 想家庭 而出家人 想我们这个小道场 小团体 也错了 所以 修道而不能成就 不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 那么这些 我常讲的爱欲 事与 是事好 事好的欲望 贪爱的欲望 这根本 这根本烦恼 这个东西不断 你还会有什么成就 要灵根 拔除 根是念头 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念头 再也不会生奇了 根拔掉了 这是很难克服的 一个关口 我们从难克的地方 克服过去 种种贪爱 种种 恕好 都把它写得干干净净 我们才能得清净心 我们要随圣 佛菩萨真实教会 不能随圣世间 情死 随圣世间 永远不能够 脱离轮回 随圣 圣教 决定得身净净 你要认识不清楚 不明白 你就不知道 如何去行 我们看看 现代 这个世界 到场多 修行人多 无论在家出家 由于资讯的发达 科技的方便 但是 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 注意想想看 还不就是这两种毛病放不下 这两个是病根 无量无边的 这些症状都是从这个病根生起来的 我们能从病根上拔打 就得自在 这个是讲到 客服 客服自己的毛病 习气 要从最难的地方下手 难难而可贵 不容易的地方就好办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多谢观看 谢谢大家